万里区大平国小虽然位处偏向山区 但校内多项特色课程却让这所山区小学发光发热 而近来却因为操场老旧的问题由区长寻求资源 希望能够为这里的学童重新铺设跑道以及翻新操场 而区长也向议员白佩如提起这项诉求 因此今天议员也邀请相关单位前来会刊 要尽快改善老旧操场的问题 他发现到说我们这边的运动场 尤其是整个PU都已经出操面都没了 这影响学生的安全 为了能够给更新 然后给学生带来一个安全 然后更有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 这个部分在这种偏向学校的资源区乏之下 得到医员的关注 另外教育局这边也跟医员配合一起到场 我想之前整合可以让这个学校的学生更服气 然后也来讨论一下就是 因为那个大平国小的那个操场就很旧 而且它整个都是已经老化了 所以我们很不忍心当孩子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底下 我们觉得说如果操场可以稍微地平可以改善 然后让整个小朋友可以在下课的时候 可以多到外面的操场去跑一跑 动一动 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大平山上的这些孩子们呢 是一向福音 然后也希望说教育局能够尽量来配合 然后相关的经费 我们议会会跟局里这边来讨论 然后让大平国小的教育资源可以更好 实际来到操场上 可以看见四线道的跑道 已经磨平加上阴雨的天气 也让跑道是滑不堪 而在跑道上每走一步都要非常小心翼翼才不会跌倒 有鉴于此市议员白佩如表示 大人都要如此步步为因 更何况是正值好动学龄期的小孩 因此一定要尽快来争取资源寻求改善 那这个学校呢 刚刚也提到 除了这部分呢 也是一个吃东教育的重点的特色学校 期待他们有机会在地特色的学校发展地瓜 期待大家以后呢 来到这些学校能够有得玩 又有得吃 那这样子整个学校会更有趣 学生更有福气 而万里区长表示 寻求学童的教学资源 以及维护孩子的校园安全 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今天很感谢白佩如议员 对于未来国家动娘的重视 一定要尽快将操场与跑道等 相关设备重新整修 还给学童安全安心的学习环境 记者廖平函万里采访报道